编达他要嫁接一些不同品种的茄子 要做什么样的主宅来压水 包括北汤海的红地抽析 还有一些肥料管理 他说他一直都在听老师的节目 他说你像背后灵麒麟王的卡通一样 可能就是整天疼到暗 不要吓我 这个茄子应该嫁接不同的品种 不过我了解 茄子应该还蛮好栽培的 但是你可以利用去算 因为茄子接在野生的茄子上面 我们有一种 其实我们小时候 最后我们的工人就在做这种工作 他那时候是刷茄茄 这种在台湾有那种小粒肉 那种有的叫水玖是什么样的 那不吃质的小粒肉 因为吃了会这样 麻烦麻烦会中毒 所以有的人叫做颠茄 这种 那么这个茄茄 这在台湾就有了 台湾就有这种延伸的茄科 那么一般同学也能牵插 是说用种子繁殖 他用种子繁殖的时间 但是他现在比较老 他就比较快去吃 所以这个可以去嫁接 传统是用这种的这个 这种嫁接 所以我没了解说你是在嫁接不同品种的茄子 台湾有的茄子的这个品种比较適用到 大概就两个嘛 就是说我们 我们这个茄子 这种因为我们吃的这个茄子 这种呢 就比较 比较 比较单一 我们吃的这个 有的人说没有 有这么多 但是在市民上当然很多 就是说我们台湾大概就是圆子丘跟茄子丘 在屏东藏茄 屏东藏茄一般叫做圆子丘 那么有日本 北方一样的这种 日本的圆茄 一种 还有一个灯泡茄 还有一种 这个 那个叫做 布立塔 布立塔有的人改革茄的名字 叫做布立塔茄 这比较好听 其实就是花茄 花茄你看到 就插一块 对吧 但是你给他和一个名字叫做布立塔 布立塔 那么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就 感觉就比较 好像有点阳气 这样 因为这种 反正这就是 取名字好像挺挺重要的 我是感觉这样 就是说 所以有一个叫做布立塔茄子 这个布立塔茄子 这其实是 荷兰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是 世界好像排名前五名以内 好像不是第四就是第三 那么他们一种 但是这是这个 比较耐低温的 他们这温带的地方 那种布立塔 这个东西就是 色 绿色的肉 这种的长茄 那么他的山梁很高 这个东西就是布立塔 所以因为这个很特別的 所以这个品頌很出名 所以 叫做布立塔茄子 这台湾有人在做 他的颜色很 很深 所以这种 有的人说叫做荷兰茄 这种 这个好像也有 这个不一样的 这个品頌 所以 好像还蛮多 但是 在供一张里面 你要是什么样 我不知道 就是接起来 这个要 特别要小心 而且花白花白 一种 这个 那个好像也有一个名字 也是很洋气 这个东西 如果说花茄 就 就没有什么 就不值钱 这种东西 但是他再给他一个名字 虽然很多都叫做花茄 但是他有一个品种名 就是一个可能他比较特别 但是 但是因为他这种特性 都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台湾的茄子 但这种长茄 那么 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 大概 就有这个 所以台湾大概就是 平东长茄 平东长茄 一个最主要秋天这种 圆茄酒 这种的这种内国 那么 如果人的一个村族 这边在我们中部 这种中华 这种增多 这种麻茄酒 这种 那么 还有一个 这个 啊 我们高雄庄这边 这个有一个高雄二号 高雄二号 这也是另外一个 这种 那么 一个品种 那么 茄子 茄子 你说要用什么东西来 这个 啊 什么 资材 这些东西 对正薑来说 茄子 其实对对 那个 呃 它的这种 这种叫做 假肥的这个需求量很高 这咖肥的 这个需求量 都比较高 这茄果类 通常 都有这种的一个特性 但是呢 你要让它拌 因为你的 这个茄子如果没有大起来 它就 那这样说的 让它拌 就是说要有足够的 蛋肥 所以很多人会跟你说 这个43 啊 这个像茄子 直接用43号 不太好 所以说你初期的时候 应该要让它稍微大一下 那么让它适度的一个这个生长 适度的生长 适度生长是什么 就是说 简单说就是说 让它稍微晃一点 不要紧 不要太晃就好了 不要说这样 蜜仔 玻璃蜂 这没什么要紧 所以一般 很多人会跟你说 那要用43号 其实我都希望呢 用 豬肥是打底 不然一般通常 是可以用 这个5盒子 你生长的时候用5盒子 啊现在开始 啊开始在拆散的时尊 就改 改一树子 那样 它的淡数要不夠 它的蜜仔 它的蜜仔 它对蛋肥的需求量很高 所以 它有足够的蛋肥 因为我们 那些蜜仔 都有时候要拆掉 你如果看它的蜜仔 你也可以 用一树子 一树子 改 改这个 5盒子 一树子 改5盒子 一般刀子 那些蜜仔 就是说它这个绿化夹 那起来一般 酱 油对这个茄子 蛋跟夹的 它的肥料量很高 所以这通常是这样 那么这不一定 这没有一定的一个 这个做法 但是就是说 以茄子来说 蛋肥要稍微高一点点 对 那么在这个茄子 较 这个白海里面 就是 在我们一般 如果是种蜜仔 茄子呢 就是有几个 那么 这个叶满 鸟都比较 这我看 你如果是生长的时候 就是 蜒类一个危害 这很重要的 鸟鸟都 这种茶细满 这种你要先 它很厉害 它很厉害 这种草莓的时候 这个草莓就丘下了 有时候 心悟然要消长消长 其实都 紅地堂的解释危害 这个 蜒类呢 非常 因为 由一般对这个营业粉丝看来 当然尽量 不要让我来 但是呢 他比较不怕 他比较不怕 但是他比较不怕 但是他比较这个四万 还没开花进城 只要开花了 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芥麻 四万呢 因为 他叫他吃 有时候 吃那个 吃肉 跟红地堂做回来 只要是较 干热的这个天气 吃肉跟红地堂 你就要顾好 所以一般赤糯沙 啊 这种地媚灵 这种 改用的这个药 啊 一定要做一个这个处理 啊 红地堂没什么 更好的方法 就是说 水呢 增加淡的 增加的 这药子会摸摸 在增加的 那不是这种斩酌剂 啊 他的这个这个 这个更好 这通常是这个 啊 其他就是要更还好 啊 红地堂 啊 没什么 很大的 当然 像这个 这些 夜娱类 有时候要去欧白吃 但是 对政局来说 好天 就是怕 4月跟红地堂 2.1万 差4万 那是白天 白天的一个这个 白天 最主要的就是疫病 疫病 疫病就是水凶 他这样 这个可能这个更严重 那么 那不是疫病 那就探居啊 反正这用的药子 都可以稍稍做一个这个检果 啊 夏天的注意这个 啊 疫菌性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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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那么 这种都要够 柚子可以好医 另外一个 叫的 这种毁灭性的病害 叫做青菇病啊 啊 我们价阶的这个目的就是 要控制这个成果嘛 就是我们不要让他到这个成果 因为在台湾 我们很多的地方都是 刷来刷去刷 现在 较多的地方刷 所以现在就开始利用这个价阶 啊 利用这个价阶来解割到这个成果 面的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当然是很好的 这个方式 这个大概是这样啊 那么 这一档给我们好朋友 先做一个唱课 这个大概是这个得利 这个是 这种情形 提供给你做了解